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化以及民族等各方面的一些因素 这个方面的一些原因 那么我们说这个宗教改革在日漫与世界 在日漫文化圈 特别是在德国 率先爆发 那是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也就是说 有人认为了 这个是马丁路德个人的功劳 但是事实上也许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如果当时 如果马丁路德早年 要是夭折了 就是他那一次 我们马上讲的经历 他早年经受了一次雷劈 雷击 当然不是 那么摄罗如果他早年夭折了 那么德国或者说 其他的这个 欲与漫与世界 其他的地区 是不是会爆发宗教改革了 我认为还是有别人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可以说这个时候 这个基督教内部的 罗马天主教 这个社会 就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内部的这种矛盾 已经使得宗教改革 已经成为这个 见在悬赏 不得不怕 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一个 一件事情了 因此呢 只不过是迟早 或者是在哪个地方 刷新爆发 那么 我们现在刚才讲到了 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 就是一些原因 就是宗教改革的一些各方面的原因 我们现在来说具体的 把这个 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些具体过程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 16世纪宗教改革呢 它呢 就是说最后导致的 就是很多新的新教教派 很多新兴的教派 很多就是后来叫做新教教派 从这个天主教的这一年里 后来脱颖而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那么我们在 广义的这个 这个曼玉事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 16世纪出现了很多 不同的新教教派 如果我们说 罗马天主教 是一个统一的 这样一个团体 或者统一的一个教会的话 那么 宗教改革 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啊 在西北欧的 这个广大的地区和国家中间 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 新的新教教派 那么这些新教教派呢 我们发现它在于很 它具有分裂性 所以我们通常老喜欢说 说天主教是统一的 而新教是分裂的 那么也就是说 自从马丁路德 点燃了宗教改革的 这个火炬以后 那么我们说很快 宗教改革啊 在西北欧 在日漫语 世界里面啊 就迅速的发展开来 迅速的蔓延开来 其结果就形成了 很多支不同的 新教教派 那么我们现在今天呢 讲这个 16世纪宗教改革 主要呢 我们要讲三大主流教派 就是新教的三大主流教派 这三支啊 可以说对后来的 这个 整个宗教改革运动 以及对后来的 这个西欧的 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 整个社会的转型 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那么这三支 16世纪出现的 最重要的这个 主流教派呢 分别就是 马丁路德的宗教 叫路德教 或者叫路德宗 也或者叫信义宗 第二支呢 就是加尔文的宗教 加尔文宗 又叫归正宗 或者叫改革派 那么第三支呢 就是英国的 这个宗教改革啊 形成的一个派 别叫安利干宗 又叫这个圣公会 那么关于这三支呢 我们想我们每次呢 我们都要做一点分析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支宗教改革 这个这三支啊 新教的主流教派 这三大教派 分别发生在 德国 瑞士和英国 而且他们呢 所造成的历史后果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呢 他们都对欧洲的 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 和这个精神 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来自于最后 使这样的一些 这个文化的这些层面 各自都发生了 这个还天不地的 巨变变化 首先呢 我们当然是 按照历史顺序 首先我们讲 马丁路德 我们上午前面也讲过 就是马丁路德啊 可以说是 第一次成功的 这个发起了宗教改革 而且把宗教改革啊 推到了一个 就是把他 推上了成功 其实结果呢 导致了一个 以他的名字而命名的 一个新教教派的战士 那就是这个教 那么马丁路德 我们说呢 他的思想 渊源当然可以追溯到 我们上 上段课也讲到了 比如说德国的 这个比较神秘主义的 一个派别 叫 以一位民间 以一位这个 多明火会的 一位神学家 叫这个 神秘主义的大师啊 埃克哈特以及他的学生 这是一个 一直渊源 还有呢 就是说在英国 在捷克 也已经发生了像 这个威克里夫啊 以及胡斯 这样一些人的宗教改革 所以呢 在马丁路德 宗教改革之前呢 可以说啊 已经有些人 尝试着进行一些改革的 改革的这样的一些 举动了 但是呢 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而这个马丁路德 这个宗教 这些人呢 他们对马丁路德 产生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可以说 无论是德国的埃克哈特大师也好 还是英国的威克里夫 或者捷克的胡斯也好 他们基本上的思想 可以我们把它开关为啊 大概这么几点 第一呢 就是他们认为啊 这个教会啊 这个核心 是 全体信 是全体这个基督教信 而不是教皇 也不是这个 罗马教体 实际上他们就带有很明显的 反罗马教皇 反罗马教体的群想 而且呢 他们当时认为了 实际上呢 这个 教皇 教廷本身 也可能是犯 也会犯错误的 所以他们只是一个管理机 管理教会机构的这一个管理者 他并不是一个 这个应该掌握权力 那么所以这一点呢 是在你明显的 反教权 反这个罗马教皇 反教廷的这样一种思想 而且呢 这种思想像特尤其 威克里夫这些人 得到国王的支持啊 他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民族主义 代表了一种民族国家 要发展的一种要求 第二点呢 就是他们认为啊 这个基督教最重要的是信仰 而不在乎那些外在的遗文 不在乎那些 什么善工 比如说像我们 马上讲的 引起马基努德宗教改革的 那个字节导火索 那个数罪券 购买数罪券 这一类的善工 是吧 那么 这些宗教改革的先驱们都认为 这个最重要的不在乎 外在的那些遗文 不在乎那些上工 而在于内在的信仰 对吧 那么这两点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 比如他们认为圣经 是最高的权威 而不是教会 这样的把信仰和圣经 权威提的很高 而且认为了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 来领悟上帝的 语言 来领悟上帝的这个教导 来领悟上帝的恩典 而不需要通过中介 不需要通过教会 这样一个 这个成诚的交界体制 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机构 所以这一些事项 可以说 在马丁路德搞宗教改革以前 已经在德国 在英国 在捷克 这些地方已经开始流行 所以马丁路德 是受到了这样一些 宗教改革先驱的事项 那么我们现在 简单介绍一下 马丁路德这个人 马丁路德 他是一个德国人 那么生活在16世纪 那马丁路德 年轻的时候 他父亲是个旷古 当然也是个 非常虔诚的一位天主教徒 那么马丁路德 在年轻的时候 受过比较好的教育 然后在这个德国 一个比较古老的大学 叫埃斯莱本 在埃斯莱本大学 接受了这个教育 等他大学算完了以后 他本来准备继续 攻读这个法学硕士 准备学法学 攻读法学硕士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突然呢 有一场这个 一次啊 意外的 一次突如其来的 一件事情改变了他 就是在 他准备进修 这个大学毕业 正准备这个 继续攻读法学硕士 这样一个暑期 那么他 有一次和一位朋友 朋友外出啊 遭受到了雷基 那么当雷基呢 最后呢 把他的朋友啊 当场给 批死了 而他呢 也在雷基中啊 被证昏过去 那么 所以他自己后来回忆了 就是说 他当 当雷基发生的时候 他心中暗暗许愿 就像上帝 说上帝 如果我能够逃 就是 逃脱这个 这个灾难 我能够幸免于乱的话 我将终身赐风 上帝 后来呢 由于他 我们说他 也是大难不死吧 逃过了这一劫 所以他果然 就像他当时许德院一样 要突然一下 幻然 人生啊 突然 幻然梦醒 对吧 人生突然发生改变 他就放弃了 继续要 这个 继续啊 这个 攻读 硕士学位的 这个 决心 而 开始了 就投身于 修道院 成为一名修道 一名修道士 成为一名修道士 以后可以说就是 忠心的 全心全意 师父上 那么他在修道院里面呢 可以说他是一个 非常 有信仰 而且呢 可以说是一个意志 非常坚强的修道士 那么他在修道院里面呢 就尝试了 当时中世纪修道士啊 的各种各样的 来磨练自己意志 来这个 锻炼自己的一种 宗教前程的一些手段 他都尝试 比如说 像 灾界 对吧 就是 让自己处在 饥饿状态 对吧 通过折磨肉体 来考验自己的意志 还有比如鞭打 自我鞭打 就是拿鞭子抽自己啊 当自己心中 要是有了什么鞋链 就做一种城 来折磨自己 这样一些 可以说是中世纪啊 非常残酷的修道方式 那么马丁宏人都尝试了 但是呢 他始终感觉到 自己内心中的罪恋啊 始终不能得到结束 也就是说 因为自己心中 老感觉到 还是有罪 还是自己被罪所 这个 这个所戏 是吧 自己被这个罪所 这个混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自己感觉到 自己不能脱出罪 所以他始终感觉到 这个 称义的问题 解决不了 所以这是他感到非常困惑 那么我现在提出一个新概念 叫称义 什么叫称义 所谓称义就是说 在上帝面前 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人 称得上是一个义人 这就叫称义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在上帝面前 能够被称作 称为一个义人 那么这个人呢 当然他的灵魂 就得到了拯救 是吧 他就罪就得到试炼 也就是说 所谓称义就是说 自己啊 可以说已经超出了罪 但是马丁路德感觉呢 这个称义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无论用什么样的 这个中世纪 那种修道士的方法 来整容自己的落体 好像都达不到 这个称义的结果 后来呢 在他的一位老师 因为他当时在一个 就是 修道院 这个修道院 他当时在德国的一个小城市 叫维藤贝格 或者叫维藤堡 他在这个维藤堡的 这个修道院里面 修道 同时也在维藤堡 堡的大学 那么 担任一位老师 担任一位教师 那么 他呢 就是 一位 他的一位导师 那么马丁路德 后来就说 他的一位导师的 感化 那么就从这个 圣经的罗马书里面 就读到了 就是 一人必因信得生 这样一句话 一人 一人就是好人的意思 一人就是说 有 义和罪是对利的 在经历教里面 有一人 当然就罪就没有了 罪就胜免了 是吧 罪人当然就没有 缺乏义 所以 那么 罗马书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一人必因信得生 所以一人必然会 因为信 信仰的信 因为信仰而得生 得生就得到永生 那么这一句话 对马丁路德 产生了非常大的歧视 然后他的一位老师 也用这句话来激励他 而且老师跟他讲了 这里面的 罗马书里面 这句话的深奥反应 所以马丁路德 从此以后 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个思想 简单的看过为 后来马丁路德 宗教改革的 神学思想 核心叫 因信称义 就成为马丁路德 整个 后来做宗教改革 发起宗教改革 以及几个 确立 建立他的宗教教派 一个很重要的 神学理论根据 叫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就是 因为信仰 而被称为 叫做一个义人 在上里面前 那么这样一来 马丁路德 这一个思想 就开始确立 确立以后 那个时候 马丁路德 还是一个修道士 虽然他已经找到了 摆脱罪裂 获得义的 或者在上帝面前 能够凭借着称义的 这样的一种根据 就是信仰 但是他这个时候 还没发起宗教改革 但是到了1517年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就是当时 这个教皇和 这个麦英兹的一个大主教 他们 麦英兹的一个 这个选帝侯 当时呢 他们这个狼狈为奸 为了这个 说明子明膏 当时就以修善 圣比德大教堂的名义 开始在德国经济发 发行数据券 而当时呢 这个推销数据券呢 是一位啊 这个巧识如簧的 一位多名我会的修道士 叫台车 这位台车 当时宣扬的 就是说 只要你购买 数据券以前 落到钱箱中 叮当一响 一个灵魂的一刻 就上这道天堂 那么也就是说 钱箱 这个 这个金钱 入箱 那么灵魂升天 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 有极大的记录了 马丁努德 所以马丁努德就拍下来起 于是在1517年 10月31号这一天 马丁努德 就在他所在的 维藤堡的 大教堂的门口 贴出来一个 欢迎讨论的 95条论纲 就是一条一条的 以这个论纲的形式 一条一条写的 写了95条 那么这个95条论纲 最主要的矛统首相 就是指向书罪件 那么这个95条论纲 当然表述了 马丁努德的 一些基本的神学态度 那么他当时 主要就是针对 这个买卖宿罪件的行为 在95条论纲里面 马丁努德明确提出来 就是说 这个宿罪件 对于肃清我们的 任何罪都没有意义 也就是宿罪件 对于肃一个人的罪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一个人不用买宿罪件 只要他有信心 他照样可以罪的事 反之 书罪件对我们的罪 一师一毫也不能出去 所以他是坚决反对书罪件 而且他谈到这个 95条论纲里面谈到 教皇为了修缮 圣米德大教堂 而要到民间通过 书罪件去搜刮 明治明高阵做法 他也表示非常反应 他明确表述 教皇你有的是钱 那么你 如果修缮圣米德大教堂 是一件善事 你教皇本人有的是钱 你为什么自己不用书 靠自己的腰帽来行赏 而要从贫苦老百姓来 给他去争取钱财 来干这件事 如果这是一件善举 你教皇本人有的 那么他跟毛头 锋芒术相 此节之相的毛头 教皇 而且他最后说 那些一天到晚 喊着要大家上司 背起十字架 而自己绝不愿意 背负十字架 他说我们永别了 那么也就是 把毛头针对 天天唱高调 但实际上 却干一些与基督教主理想 背道而驰的那种行为的 罗马天主教的一些神职人员 也表示我们就永远了 所以这个九十五条轮钢 在德国踢出来以后 立刻就像一个 重磅炸弹一样 就所谓一时及其前程 一时间 在短短的两个礼拜的时间里面 马丁路德这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修道士 就一下子成为全德国 家喻户晓的民族移民 甚至连国外的 很多人也都知道了 马丁路德 很快 马丁路德是什么 一个欧洲家喻户晓的人 那么这样啊 那么最初呢 当罗马天主教皇 得知了 德国境内有一个 叫做马丁路德的 这样一个修道士 写了这个所谓 九十五条轮钢纽 那时候啊 这个叫 罗马天主教皇 当时也 没有把它当了一回事 也掉以心 罗马教皇觉得 这可能是一个 喝醉了酒的 一个德国罪汉 一派胡言乱语 也没有把它当了一回事 但是很快 教皇就发现 这个人 已经在德国 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 那就不可得前失之了 于是教皇当时呢 就派了 这个一些 罗马天主教的 一些卫道士 一些这个 宝学知识啊 一些这个 有学问的 这个神学家 与马丁路德 展开了辩论 没想到 马丁路德 这个人啊 他本身呢 在修道院里边 刻苦地研读圣经 而且又在啊 维尊堡的大学里边 执教 专门从事 研圣经方面研究 讲述圣经 所以他对圣经 对基督教的经典 可以说是 了无至产 所以这些 罗马天主教皇 派来的一些 天主教的神学家 和马丁路德 在辩论的时候啊 丝毫在理论上 也不能站上头 因为第一 马丁路德呢 他是深刻地 把握了圣经的真精神 而且他的那个 音信称义本身 是符合圣经的精神 正是从圣经精神里边 深发出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而这个观点 是针对当时 罗马教会啊 那个搞各种 虚假的善功 以善功的名气 名义来搜刮 名字名高啊 广 广 这个 这个广 广啊钱 才这样一种做法 一种反对 实际上就是 对他的一种纠正 正是由于这样了 所以那些 无论从理论上 还是从这个道义上 马丁路德实际上 都控制了至高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一笔审讯家 就不是马丁路德的背中 再加上马丁路德这个人 本身呢 就是口才非常好 特别善于雄辩 所以呢 这些审讯家呢 就辩不过马丁路德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教皇呢 你看对付不了马丁路德 就是来文的 对付不了马丁路德 于是教皇就用了这个 当年对待那些 德国的中侯们 对待德国的 德意志神兽罗马帝国的 皇帝的一个杀手箭 那么就宣布啊 把马丁路德 格出交集 格出马丁路德的交集 但是马丁路德这个人呢 深究一副英雄的 面对这样一种教皇 对他私心的高压 对他采取格出交集 这个绝法 这种杀手箭呢 马丁路德啊 战者德国人民支持了 德国的大学生和市民们支持了 所以他就当着德国的大学生和市民 就把教皇 格出他教集的那个上誉 也就是圣子啊 那么上誉啊 就付之余句 付之余句 把它烧掉了 那么在大学生们的欢呼声中 马丁路德就把这个 教皇的上誉给付之余句烧掉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教皇一看 自己的所有的伎俩都不能收效 而且马丁路德烧掉教皇的教育 不仅没有使得这个德国的人民背离他 相反得到德国人民更热情的支持 而且德国人民我们说了 马丁路德的这个词句 只不过是 我们说是 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 实际上是死在必然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当时德国人民早就对教皇 对设在意大利的罗马教皇 罗马教廷充满了一种怨恨 充满了仇恨 实际上我们说 就早就已经形成了一堆干材 只不过就是要点一点新兴之火来 就可以形成了言之士 而马丁路德的宗教感觉 实际上就是 点上了这一点新兴之火 所以正是由于这样了 那么德国人一下子就站起来 大家就多支持马丁路德 尤其不光是人民 而且尤其重要是 德国当时处在比较分裂 一些分裂的状况中 当时德国境内 有一些诸侯是支持马丁路德 我们前面也讲了 在长期的教授之争中 罗马天主教会最主要的对手 就是德国的诸侯 而这个德国诸侯 对罗马天主教皇 早就已经心怀怨恨 但是过去移植 就孤长难民没有办法 都不过罗马教皇 现在马丁路德 公然站起来反对罗马教皇 反对罗马教廷 那么这些诸侯当然就 在背后给予马丁路德 坚强坚决的支持 这样一来呢 实际上马丁路德 背后就已经占了 有一些德国的诸侯 这些人当然是有权有势的 不同一般的老百姓 所以马丁路德本人 也就有恃无恐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说当教皇 施进了一切办法都不奏效 于是教皇就只有求助于 当时的神士罗马帝国的皇帝 那么当时呢 我们说在16世纪的时候 神士罗马帝国的皇帝 本身也坚韧西班牙国王 就是那位扎里武士 这是一位铁 算是一位比较强悍 比较铁腕 铁腕的一位小皇 一位皇帝 而且这位皇帝 本身又是一个 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作为一个西班牙人 在某种意义上 他跟教皇之间 还维持着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但是他同时也坚立 留意至神士罗马帝国的皇帝 我们说了 这是由于这个封建 家族的联姻而继承 而导致的结果 因为我们说那个时候 欧洲是属于王朝国家 就是国家的边界是不定的 根据这个婚姻 根据家族联姻的 这样一个纽带 而不断地改变国家的边界 今天可能大家 两个大家族一联姻 那么他们生的孩子 就分别将来继承了 这两个大家族 所拥有的全部国土 然后将来他再生几个孩子 一分封 可能这个国土又一分为三 一分为四 所以当时呢 扎尼武士的时候呢 他从他的祖父 祖母 外祖父和外祖母呢 分别继承了四大块地方 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版图的一个 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王朝 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个王朝既包括 德意志神士罗马帝国的这个称号 皇帝的称号 又包括西班牙的这个 这块大土地 那就是西班牙的国王 所以这位 查理武士当时跟教皇的关系还是不错 而且他本身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所以呢 教皇看到自己没办法对付马帝路德了 他就求追教 这个神士罗马帝国的皇帝 企图用神士罗马帝国皇帝这个世俗之剑 是吧 来自立 来惩治马帝路德 那么呢 我们说马帝路德可以跟教皇对着干 是吧 因为他认为真理在我手里 他把教皇的御灵烧了以后 公然宣称教皇是狄基督 所谓敌基督就是基督的敌人 就是魔鬼 就是魔鬼 就是魔鬼篡夺了教皇的权位 就是教皇实际上是个假教皇 是一个 是一个魔鬼 是基督的敌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说教皇呢 固然把马帝路德没办法 但是马帝路德作为德国 这个 萨克森呢 这就德国的某一个邦的 一个 一个居民 那么他本身在政治上 在行政上 他应该从属于德意志 神士罗马帝国 管下方 所以呢 这样呢 教皇就找到 神士罗马帝国的皇帝来帮他 那也就是同时 坚持西班牙的这位 杂里武士 那么杂里武士就以 德意志神士罗马帝国的名义 就给马帝路德下了一条命令 要他 要马帝路德到 当时帝国所在地 奥尔姆斯 德国的奥尔姆斯啊 来为自己的观点作证 那么马帝路德呢 接到这样的一个 皇帝现在已经不是教皇了 而是神士罗马帝国的皇帝 就是德国的最高行政首老 给他这个 这个命令 要他去到奥尔姆斯帝国会议 为自己的观点作证 那马帝路德收到这个 命令以后 这个 皇帝的圣旨 皇帝的命令以后呢 他的很多朋友 就劝 马帝路德的很多朋友 就劝告他 说啊 你这个千万不能前去 为什么呢 因为此前一百年的时候 一世纪七年 当时 宗教改革的一个先驱胡思 啊 捷克的布拉格大学的校长胡思 也是因为反对 罗马天武教皇 反对罗马教会 啊 提出一些宗教改革的思想 最后呢 也是以 这个要到奥尔姆斯宗教会 为自己观点作证 这样一个理由 啊 去了以后啊 结果又去无反 最后呢 在这个会议上 被教皇 啊 以及和当时神士罗马 这个罗马也把他抓住以后 最后把他 送上火星架 烧死 那么所以呢 很多朋友就劝马丁武哲 不能前去 但是马丁武哲 我们刚才说了 他深究一副英雄的 而且他认为 真理在我这边 啊 我有理 我战争理 所以我有恃无恐 他依然前往 啊 不听朋友宣告 他自己依然前往 那么由于他前往了 那么很多盐团 因为从他所在的这个 维生堡要到这个奥尔姆斯 还有很长一段路程 啊 那么他当时呢 骑着马带了几个随从啊 就开始上路 上路以后不久啊 沿途的人民 听说马丁武哲 要到奥尔姆斯去作证 就纷纷自觉的 啊 拿起刀叉什么 或者拿起这个龙具啊 就跟着他一块 于是呢 这样当马丁武哲 向奥尔姆斯进去 这个 这个 就是向奥尔姆斯啊 行进这个途中啊 无形中就揭起了 很大一支啊 这个农民 农民部队 那么也就是 大家都跟着马丁武哲 都拥戴他 马丁武哲的名声非常高 声望很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大家好好当地到了 奥尔姆斯 结果到奥尔姆斯以后了 奥尔姆斯的人民 也打开城门 出门几十里 欢迎马 马丁武哲 然后把他迎进城 在这样的情况下 神士罗马帝国皇帝 扎尼姆斯就看到 这个众望所关于马丁武哲 对吧 我们说众路来犯嘛 因此呢 在召开 奥尔姆斯帝国会议时候 马丁武哲来坐镇的时候 那么帝国皇帝 当时就不敢动他 因为这个我们说众路来犯 据说当时马丁武哲 有人描写当时的场面 说马丁武哲到奥尔姆斯帝国会议 为自己观点坐镇的时候 当地的居民 已经拿随他前来的那些农民们 大家就把整个帝国会议 给团团的 像水泄不通的给围主 然后很多人扒到窗户上 爬到门厅里面 他站在门厅上 有的人爬到房顶上 大家就不断地高喊说 马丁武哲要坚强 不要妥协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马丁武哲当然 他实际上更是增强了 他这个帝国会议 所以马丁武哲当时 在帝国会议上 慷慨而谈 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 那么他引经据点 我们说他本身就是一位 非常有修养 非常有学问的一位神学家 所以他引经据点 用圣经大量的证据 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他最后表述 就是说除非你们能够用圣经 或者理性的证据来反驳我 否则我绝不收回我的观点 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 质地有深的一句名言 就是这就是我的立场 我只能站在这里 那么面对着马丁路德 这样一种滔滔 这个慷慨诚实 这种滔滔不绝的 这样一种雄辩 那么神是罗马帝国的皇帝 以及教皇的代表 都这个乌克莱和 这个可以说一筹莫宅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没有办法 这个指责马丁路德是错误的 然后他们又不敢对马丁路德下手 因为当时马丁路德的支持非常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只好把马丁路德放走 那么于是这个 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也就不了了之 马丁路德就离开了沃尔姆斯 重新返回自己家园 但是在这个时候 马丁路德前脚离开沃尔姆斯 神是罗马帝国 德意志神是罗马帝国的皇帝 后脚就对他发出了终身通缉令 那么皇帝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你的人再多 但是你是乌合之处 你马上就要散掉 你走这人不就各自回自己家了 那么回了家就抓马丁路德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时有一个德国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诸侯国 叫沙克松公国 那个沙克松公国的一个统治者 叫沙克松选帝侯 就是他有这个将来 竞选神是罗马帝国的皇帝 那么这个沙克松选帝侯 他本身就是保护马丁路德 而且他很聪明 很有才智 当时被称为智者 那么他当时就派了一支 他的四人卫队 就半着蒙面大道 在马丁路德回来的路途上 半路上劫持了马丁路德 然后就把马丁路德 劫持到一个 人们不知道的地方 一个基本上是与外界隔绝的地方 在艾尔豪森的一个 这个一北河畔的 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地方 叫瓦特堡 然后就把马丁路德 有端子在瓦特堡 然后给他了一种房子 然后马丁路德就在这个地方生活 后来马丁路德又和一个休旅结婚 结婚以后是公开结婚的 那么就打破了绳子人员 不能结婚的这样一种漏戏 所以我们说 后来又生了几个孩子 生了五个孩子 那么一直 后半生马丁路德就一直生活在这个瓦特堡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同时呢 不断的 当然他有一些人 他的宗教改革有一些追随者 跟他这个通风暴信 跟他传递外界的消息 同时也把他的思想 把他的指示 传递给那个正在搞宗教改革的 他的一些朋友们 这样马丁路德实际上 就是在一种半隐蔽的状况下 开始在指导着宗教改革运度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 德国宗教改革已经 可以说 已经形成气候 已经形成了一个 已经形成气候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实际上 马丁路德就是在 成为这个德国宗教改革 的一个精神领袖 那么后半生呢 还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圣经翻译为德语 从此以后呢 德国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读圣经了 这样一来实际上在某种类药 我们说 德国人都摆脱了过去 只有懂拉丁文的人 才能跟他们解释圣经 而自己永远是被排斥在 这个圣经之外的 这样一种尴尬的语言 所以马丁路德翻译圣经 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为德文 这件事情对德国文化的 这个近代文化的决定 起到至关重要的 乃至于有些人认为 马丁路德创造了一种语言 就是 是德语登上了大雅之堂 从此以后 德语也是一种文明的语言 而不再是蛮族的语言 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大 我们在讲这个文明 特别要指出 在当时圣经是可以说 唯一的文学主 唯一的这个读 以及所有的其他的文字 也都是围绕圣经的 所以把圣经翻译为德文 那么这个功能 可以说是太大太大了 那可以说在德国 没有其他任何文化工作 可以与这个工作相比 从此以后 德国就成为一个 能够用自己的 德国人就可以用自己的语言 来读圣经了 所以我们说 这是马丁路德的一个重要贡献 那么当然 关于马丁路德后半生的一些 其他的贡献 还有这个马丁路德开创了 德国这个宗教改革 他本身后来的发展情况 以及马丁路德这个 开创了德国的这个 路德宗 这一个派的 他的一个神学思想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讲 我们再讲